为什么有的人保险就卖的好 他第一个决定你的要素的是什么呢 脸低厚 对 这是羞耻感 就让他的羞耻感打掉 先是锻炼你 你要把你的这层壳拨开 第二步才是你的说话技巧 就是你怎么能够 因为有人也是要培训的 有人是天生的 永远会站位 就我永远说话让你舒服 什么叫让你舒服呢 就是我永远说的话比你低半头 我如果比你 我跟你平视 你肯定就生气了 我给你低一头的 你要比试 所以你就低半头 这个分寸非常能拿 最好的销售人员 一定是说话的技巧 而且最好的销售人员 从图表看呢都特恐怖 我去一个 那好多年前 我去一个房地产公司看销售 那墙上一张大表 所有的售楼小就在那 其中第一名 那条红线 出到这 第二名根本就在这 三名四名 什么都差不多 他那么 他一个人恨不得销十个人的房子 那这时候呢 那我就肯定有一个判断 我就知道这个人就是语言的魅力 对吧 那 那这个同事不会这么说 同事一定说 他长得好看 他根本是这个路子 对不对 他为什么 搞定一个人的时候 搞定一个人的时候 有时候就一句话 我先说我自己 我去买房 97年 96年 我去买房 买房呢 那时候都是那个房地产的交易大会 无羊无羊的人啊 都是这个罗马 花里面 水长什么都弄的特奢华 然后有一小摊 什么也没有 这一女的懒腰在那坐着 我就过去了 我说呦 我说你这个 你这房地产项目怎么没名啊 就写着 因为我现在不能说牌号 说的是牌号 人都找我们家去了 就是某某街某某号就完了 而且是某某街某某号住宅 我说 我说你这个房地产项目怎么没个名啊 就是你没起个高大上的名啊 那女孩一例话就把我搞死了 她说 唐宁街八号也没名 唐宁街 第一举了你 对吧 您把我这 您那是一个有名的地儿 对对 尊贵的地 英国首相去住的地儿 是不是 对 然后呢 他又不动声色的就把这事说了 哎 我一听啊 我说行 我说咱俩谈 然后我几分钟我就把房子买了 主要是唐宁街给了您这信心 不是 就是说话的技巧 就是 那说明您也挺上套的呀 对 说话的技巧 我估计啊 就有地产商改的项目就改成唐宁街九号了 对对对对 我告诉你不是有一个 能把您这样的给套住 那您这道行也不深呢 不不不 对不是 他是这样啊 每个人都都是有短板 你比如说有个经典的推销案例 就是说话的案例 就是卖早餐 你们都知道这次案例啊 就是服务员上来 您是要两个鸡蛋 还是要一个鸡蛋 他是这么样问 另外一个说你是要 你是否要鸡蛋 就是早晨起来摊鸡蛋嘛 所以这个服务员永远卖的比别人多得多 因为他是让你在二和一之间选择一下 或者也可以说 您的鸡蛋是要两面肩 还是要一面肩 你肯定选择 我说一面肩吧 或者我两面肩 这是会 这是一个会销售的人的一个语言技巧 这个是可以教的 你是卖两套别墅 还是卖 你用10号还是11号呢 所以呢 就我说的就是一个实际案例 就是他有时候搞定 你不需要说很复杂的话 不需要你炫 就是说我这个项目怎么样 我使得最好财产 我们老板是谁谁 说的全都没有用 对对对 人家要的是实质 只不过恰恰是我想要的那种方形 就这个上面有 我最近看了一个 就是一个人是那个 是那个FBI专门讲人家解救人质的谈判专家 我发现他讲的好多东西 其实可以用于社交 也可以用于谈判 用于各种事 因为他说我们忘了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谈判 我们很多时候 你给人打一电话 你说我五点钟见 但你不想五点钟 我要去六点钟 那就是在谈判 然后或者说 我把车停这儿停那儿 或者是多少钱 其实我们每天都要做七八次谈判 他就说 这个人说什么 你重复一遍他说的话 就要让他不露声色的 比如说你要说 你说我想买房子 你说您要买房子 我不买别的房子 我就要那最好的 哦你要最好的 哦然后就三句话以后 他就开始 他要跟你说话了 他就一定想跟你说话 然后呢 你在根据这三句话 你就开始抓住他的特点 哦 知道他到底要什么 哎哎哎 他不是说我要买最好的房子 比如说 哦那您一定是一个 特别有眼光的人 哎 就举了 就把他的这些东西 你先是重复 然后呢 抽概括 概括 概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概括概括概括 他就顺着你这个就下去了 就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你坚定的跟对方站在一起 这是说话的一个技巧 比如你刚才那个是 讲的还是一种销售的案例 就是你这个谈判 是因为大家都有目的的 还有一种非销售的 比如我们同事之间 去讨论一件事 比如我们讨论一个项目 那项目我要想办法 比如我明显的跟你 不是一个想法 那我怎么能跟你探讨下去 而不把这个事最后谈崩呢 我一开始先站在你的边 我觉得你的想法是好的 我们俩一块往前走 走的时候 我想尽一切办法 一点一点把你拉到我这边来 这是一个技巧 如果你开始想说哎呀 徐老师你这想的都什么 你这个你徐老师说 你背后说买了东 哪个人脑子有水 然后就完了 咱俩就永远谈不到一块去 我先说 我说徐老师你想的真是我最初想的 我就是这么想的 是不是我跟你站一块了 但是我们往前走的时候 我最初想的后来翻盘了 就这个意思 你在途中不停的去改进 改进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很难改的人呢 你就是慢慢的一次改一点 一次改一点 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比较容易理解的话 你可能下两句话就告诉他 我最初就这么想 现在想这个是有弊端的 我告诉你弊端在哪 我们开学术会议呢 就是有两种说话的 一种说话呢 就像你刚才这样 那这样的人真是人缘好 他永远是 文涛刚才讲的这个词很有道理 然后他再把你的观点稍微重复一下 但是呢很快他讲出 他的观点是跟你不一样的 你提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重要 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讨论 但没有说你讲的对 对不对 先是这种 但我从小呢 不是从小了 就是到学校以后 接受学术训练呢 一直听到 比方说我的老师啊 他们就一直在讲 在学术问题上 不要那么讲技巧 就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观点 所以我当时还真信了呢 就是常常开会的时候 就是说谁谁谁讲的 特别是有名的人 特别是有名的人 我们会去讲 某教授刚才这样讲 我不同意 好就这样来 这个也有个好处 人家马上来看你了 就是说人家会注意你 你这个年轻轻的 你怎么会对某名教授讲的不同意呢 人家听你 但是实际上是吃亏的 时间久了你知道 人家会觉得你傲气 这个狂妄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呢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研究生的时候啊 我们的老师就这么纵容 就说年轻人就应该狂 尤其是写文章 那你更加应该直接的什么什么 所以我一直上这个档 到了我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我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转过来 其实要理解就是很自然 因为人的大脑接收到 如果是一个不同的意见 他第一反应不是好奇 说这人怎么想的跟我不一样 而是这是一个挑战 就是有他有这科学研究人 大脑一接收到不同的意见 你在挑战我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跟人交流的方式 先赞同后 是是 我觉得这个是有规律 也有技术 但是呢 从另一方面来讲呢 人也有性格 为什么说要认识自己啊 有的人可能不适合 做卖楼的工作 但也许他适合做科研的工作 对吧 有些人适合做秘书 有些人适合做 导演 个人有个人的这个性情 你比如说 有些时候讲 好多这个天才啊 你知道都说有一种病 叫阿斯伯格综合症 你知道这种病吗 我听过 就甚至说这种病叫天才病 像什么那个谁啊 这个这个那个 要上火星那个 马斯克 对对对 狂人 就狂人 但是你看这种人 他还有个命与运 对吧 他有他特殊的际遇 但是我就说就一般来说 你承认不承认有 这确实有敏感的 羞涩的 有一种叫社交疲惫 就是对于他来说 他觉得应付 这个每天呢 跟这个领导 同事 社会上的客户 应付这些关系 他已经觉得很累了 就是有个休息日 就恨不得 缩在自己的壳里 我觉得这也是很 就是 这非常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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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公司不肯出钱 对 您像马爷 您说的那个 就是特别管用 这些这些技巧 但是问题在于 有的时候啊 没有动力 什么叫社交疲惫 就是说 打不起这个精神了 就是就是 当然我知道怎样社交 但是好像有些人 喜欢独处 某些地方的团建 他不喜欢 对吧 实际上也是 你看现在的年轻人 他这个边界意识 自我这个圈的 这个意识 越来越强了 或者说工作和生活 他觉得生活 就是我的生活 我不一定要变成 公司的延续 对吧 这样的年轻人呢 其实有的时候 他适应有些社会规则 他也挺苦的 因为你看 今天有些工作 就是延伸到了生活 你比如说酒局 这真是个 就挺不好的 一种社会规则 就为什么谈生意 为什么要喝酒呢 为什么拉个客户 都得这么喝呢 对吧 您想马爷这个老江湖 对吧 把你们全给灭了 但是你想一个 刚大学毕业的 他确实就觉得 这个东西 即便他能适应 这样感觉透支心灵啊 透支精神啊 就是这么怎么说话 能不说错 您知道吗 就是我发现 说一千到一万 有个根 你活了这么大岁数 说实在话 就是你意识到没有 你有一个东西 是脚跟站稳了 你这个脚跟站稳了 是你这么多年的 积累和经验 它使得你 能够清醒的 看待一个交际的问题 比如说这件事情 怎么对 怎么错 我应该谦虚对人 我应该高抬别人 一直自己 你觉得啊 你哪哪门 门清 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这个 就是年轻的小朋友啊 小同事吧也算是 就是他说 他到他父母亲的那个圈子 他父母亲都是知识分子了 父母亲交往的圈子 高级知识分子了啊 他就 我觉得他说的很形象 就是在他们当中啊 就像是一个 就是小孩蹒跚学步 就是他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大人 你们的这种交际的这个规则 我又怕我说错话怎么着 就是感觉就是本身 就是一种 小孩子就是站不稳啊 就这个本身这个 蹒跚学步的这么一个感觉 他说 我不愿意出去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 每一个圈子里的规矩 比如说说个很简单的 去吃西餐 他就说我怕 就是弄不清楚 这一套刀叉 绝啊 就得失心感重 看两边啊 我记得那个电影 对吧 那个漂亮女人 就那个电影里面 不就是教她这个 用这叉 后来人家不会用 两个人就一起用 那个最错的方式吃 也吃得很 就是 我觉得就是得失心 得失心 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把自己放低一点 让人家显示优点等等 这些可以说是说话的技巧 说实在话 能自 能自 低的人啊 实际往往是已经有些自信的人了 他就是 生怕别人觉得自己不行的 那个我估计才是 盘山学步 刚进入社交场的那种心理 我的意思是 那个修养 说话 态度 井上添花 但是更重要的东西 我 面对我的学生 我还是一直跟他们说 比方说你刚才讲的这种心理 他碰到一群人 他不知道不知所措什么东西 那其实真的不必担心 你就犯错也没关系 我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上课感到最为难的一个例子 就是利论 我们知道鲁迅的利论 对不对 到人家家里 其实说这个小孩将来升官 赏一笔钱 这个小孩将来发财 这个很好 这小孩将来要死掉 被人打出来 那鲁迅的总结就是说 你看 说真话 讨打 说假话 拿好处 那人应该怎么办 那个老师就今天天气 哈哈 那然后就要跟学生 学生 这里边就很复杂的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如果一个年轻的学生 到了某一个场合 周围大人都在说话 他们似乎有一套礼节 可是在这个学生看来 他们很虚伪 他们中间有很多假的东西 他实在是不适应 他要是适应 他不会有这个感觉 那这种时候怎么办 我 我是碰到这种情况下 我总是跟他们说 比修养 比事故更重要的 还是你说真话 还是你说出自己的东西 我说 比方说 我有上课 说错的东西 我有一句话 我说你们多少人 会跟我指出 比较一个简单错误 广东话的一个发音 读一个音 读错了 很少 只有三分之一的人 说举手会来跟我指出 那我就说 我是赞成他们 他们给我指出了 我就是 下次我可以避免了 但讲完以后呢 正面教育完了以后呢 我还补充一句 那说实话 我以后又会记住 这几个给我挑错的学生 这又是实情 这些学生 你如果说 他给我挑错的 态度不好的话 我肯定又是记住他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 我可能也是我错 反正我跟他们说 你说真话 让自己舒服 还是最重要的 比让别人舒服重要 所以这跟我刚才讲的是矛盾的 就是有这个复杂性 不是 这肯定有个问题啊 你这个把年轻人生给教坏了 我们先说这真话 是一个绝对真话 那么绝对真话 它一个钳制 你要说的时候 是可以不伤害别人 或者轻微伤害别人 比如我给徐老师指出的 这个错误是无通 无关痛痒的 我当然积极的去指出 你记住我也更好 如果你这个错误是个致命的 很丢人的 当着所有的学生 你把这个事情指出来 你就会很丢人 就是愧对大学教授的 这么一个身份的时候 那这个说不说真话 那我说 如果说还是要说的话 那能不能私下去说 这就是计较问题了 就是不要去公开的 有时候 我们文化就是一个外衣 是吧 我们爱面子就是爱这个外衣嘛 外衣是一件一件穿上去的 你可以剥削它一层外衣 但是你不能把它剥一金光 剥一金光谁也受不了 所以在这个 就是说真话假话之间 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文人和官员之间 无非就是这么个问题 看着皇上的脸色都变了 您这还一个字的直见呢 那你不是找倒霉吗 那肯定皇上就是 就是一怒就给你 给你发配了 发配了问题不大 你说发配了苏东坡 发配到海南还去了呢 他问题是耽误你人生很多事情 你做不到 所以就是 我们实际上是在选择 这个选择中的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社会成本 你在这个社会成本中 选择一个成本比较低的 可以承受的 效果又相对可以接受的 这么一个过程 所谓 你刚才说所谓的人情恋 那实际上就是 找这么一个位置